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些比較簡單的像REPT 其實基本上它就是重複幾顆星 這個我想自己再試做做看 主要REPT就是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什麼字 所以第一個參數一定要是文字 第二個參數一定要是數字 你型態不能給錯 它就會幫你把幾顆星給做出來 另外的話 L1N是算幾個字 比如說我們如果要判斷說 身分字號是否正確用L1N 那MID的話呢 就是抓文字剛好在中間的 比如說這個地方 必須判斷說它是不是男或女的話 其實當然這個地方 你們會切到L1N 比如說身分字號的性別這裡 不過這個地方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先插入 然後我的習慣會先找到那個 文字類的 那用類別來找 函數可能會比較簡單一點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MID 比如說我要抓第二個字 所以它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文字在哪裡 TEST 所以你給這個資料 它給你的 那你會發現它前後一定有雙引號 表示它是一個文字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 從哪個字開始 那因為我要第二個字 所以輸入2就可以了 那最後會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數字 得到這個一定是文字 因為從一個文字裡面抓其中的一個文字 所以最後得到的一定會是文字 那特別注意 因為它前後有雙引號 而不是說呢 這個是數字 這個是文字 在ESALE裡面它的認知 它是不相等的 那如果說你把它 有沒有 因為在我們眼睛看的話 它會是一樣的 但是呢 在ESALE裡面的判斷 它會是認為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如果第一階段完整 當然你向下填滿了 不過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還要在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習慣呢 會把公式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我的習慣 然後再放在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再來第二階段 用一個邏輯 一副 然後把邏輯放在這裡 邏輯通常是什麼跟什麼比 是不是一樣 如果一樣就true 不一樣就是false 有沒有 所以呢 我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這個如果是等於1的話 就是男生 所以等於1嘛 理論上一般同學這樣寫 等於1 等於1的話是比較 是不是1 那4的話呢 就是true 不是的話就false 那有同學直接打 男 然後呢 反制就是女 不過你會發現 它這個輸出應該會是自竄 所以你沒有打自竄符號 它其實還蠻貼心的 會自己幫你加 OK 那當然你會發現 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奇怪 怎麼全部都是女呢 其實問題出在哪裡呢 其實就剛好我剛剛講的 但是這個地方非常容易做錯 我發現很多人問的問題 因為之前蠻多同學 就發問問題 然後我都把檔案寄給我 一看就是你型態搞錯了嘛 你這個跟這個比 一個是文字 一個是數字 當然不一樣啦 但是你眼睛看的時候 會以為 誤以為是一樣的 OK 所以怎麼辦呢 前後加這個雙引號就OK了 那大家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個結果應該就會是正確 但是呢 有一個情況 什麼情況呢 如果呢 有一種情況 你後面的資料 假如是來自某個儲存格 那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已經是數字了 也就是說 你後面這個地方不能動 不能動 也只能夠是一個數字 因為假設 它不能動 一定是數字 那問題 如果這個地方不能動的話 那只能動前面 所以前面的東西是什麼 前面是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一個文字 那後面是一個數字 所以勢必我們要讓它兩邊match 的話 要怎麼做 把這個怎麼樣 轉換成這個 也就是把它什麼 把文字轉換為數字 那 但是你想說 哪一個函數可以這樣 完成這個動作呢 有嗎 其實有啦 在哪裡 所以以後 我建議各位 如果假設不太熟悉函數的同學 請你務必回去有空的時候 請你把什麼呢 各類的函數 它能做什麼 自己看一下 比如在ASC 全形轉半形 對不對 然後B格5剛好顛倒 把半形轉全形 有沒有 然後CHA就是抓資源 用透過ASCII Code 那當然 一定會有個函數 它就是把文字轉換為數字 OK 當然 我跟各位講 我們就不賣關子 因為剛好那個函數 剛好是在這個清單的最後一個 所以你可能剛好點到最後一個 發現 原來答案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它就跟你講了嘛 剛剛我們的需求是 將文字轉換為數字 對不對 所以 假如你平常有空的時候 請你把每一個函數 到底做什麼用途的 稍微看一下吧 不過認真一點 你不一定的同學 乾脆什麼 找個筆記本 寫一下吧 或者不一定每個都寫 把你可能會用到的函數寫下來 做什麼用途 當然它底下的敘述 有時候不是那麼精確 或者有時候感覺好像是 音番中過來的 那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在Google一下 查一下 那有答案了嘛 怎麼做喔 其實喔 像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做 其實很簡單嘛 Value Value裡面呢 就是放個文字 那我們文字在哪裡 文字就是這一串 所以其實喔 你只要把Value 包這個公式就可以 包這個公式就可以 所以呢 只要不要打錯喔 我們外面 這個我建議用自己打 你只要不要打錯喔 Value Value 然後前刮弧 後刮弧呢 請你刮在等號的左邊這裡 意思就是 Value就包這樣 有沒有 然後就是一個 Value前刮弧 後刮弧 然後它的作用呢 就是 把原來你的這個E 有沒有 把它轉換 經過Value之後呢 它就變成這樣E了 那這個E呢 跟這個E相等 右 那就會等於True 有沒有看到 True了吧 OK 所以呢 我們把它按確定 向下填滿 那結果 也會是一樣的 特別注意喔 這個Value很重要耶 因為這個Value 我常常問同學說 那你不知道有Value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耶 我說難怪你永遠都做錯 而且你沒有Value 居然還可以 在職場上存活這麼久 這也是蠻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形態搞錯喔 那最後結果一樣錯啊 就像說同學常常用Value函數查 他看到這邊是文字 另外一邊他看到 他不知道是文字 一查兩邊 奇怪怎麼不mage 我怎麼查 明明看到都一樣 為什麼就查不到 原來是形態 他也不知道 加個Value就好了 就是這樣而已啦 還有有的時候 你畫書的分析表 也是一樣 你沒辦法群組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資料就文字 文字就是不能群組啦 他怎麼群組 一定是數字才能群組 所以他只要再加一個Value 所以這個Value很好用 萬用的 就是只要你裡面的資料 它變成文字的話 你轉換過來就OK了 那當然還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一個資料是文字還是數字 其實有個簡單的辦法 就是像這些資料是文字還是數字 你不知道對不對 你可以選它之後按清楚 清除這邊 清除它的格式 如果清除完格式 假如它是靠右對齊的話 那它一定是數字 那如果你清除格式之後呢 它是靠左對齊的話 那它一定是文字 就這樣判斷就簡單了 你說老師那邊跟其他方法有啦 另外還有一個函數叫type Type Type也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好像不需要這樣 我是覺得這個方法應該已經夠簡單了 這樣來辨識就可以了吧 OK 所以理論上 你只要在細微的地方注意一下 你說真的要做錯東西還滿難的 我常常看到就是真的有人 就是弄半天 就是這個地方搞不懂 文字跟數字 觀念沒有釐清 其實不只是這邊啦 其實將來你們如果說寫程式的時候 資料型態搞錯 最後也是錯 所以很多人學程式 就是型態這個問題 沒過 OK 這個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把結果給做完了 其他也許這個什麼REPLEN 這個自己在練習 因為這個比較簡單一些些 再來我們要針對這一題來做練習 那一樣嘛 怎麼串 很簡單 1 游標先放在1.4 上面點一下 等於 先給它公式 0.9開頭 所以先打個字串 然後串後面的東西就是AND 因為在Excel裡面規則是串接 然後加一個AND符號 在VBA一樣是串接 只是說VBA是前後到空白 但是AND這個地方不需要空白 AND它 你可以打勾一下 091 再一個-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再加一個- 這樣091- 那後面的話就加084 不過第一個問題是要補幾個0 補幾個0根據什麼來的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 等於 其實剛剛講了 3減掉什麼 L1N 括弧 根據這裡面的數字 那裡面的數字呢 這個L1N就是兩個字 所以3減掉2 那就是補幾個0的意思 補一個0 但我要怎麼樣把它放在REPT裡面 其實就是這個叫AND REPT REPEAT 那我要重複什麼 所以它會要你給兩個參數 所以特別注意啦 函數部分 我是建議各位要看懂上面的訊息 TEST TEST就是文字 意思說你要重複什麼字啊 我要重複0 OK 所以你跟他講 幫我重複0 那重複幾個0 就是把剛剛那個公式 3減掉L1N 幫我算一下這裡面有幾個字 那記得後括弧數量有一字 這個是L1N的後括弧 再一個後括弧是REPT的後括弧 打個勾 重複一個0 沒錯 然後再把84 那 莫瑪怎麼做 其實它這個很像 所以你可以從F4右邊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個後面來 然後把這個H4 G4改H4 這樣的話 基本上打個勾 向下填碼 向下填碼 空點快點兩下 這樣就全部OK了 但是呢 這公式已經夠快了 但是問題 你還是每次都還要再想一次公式 如果下一次刪掉 你要再想 當然你熟的人OK 可是你不熟的人就慢慢再想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這些動作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我們按一下 全部OK了 所以每天的工作就是 按個按鈕 它就自動全部把事情完成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必須透過錄字聚集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的話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不寫程式 錄的 一個是自己寫 那這兩個方法我都會教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先完成 如果你假設這個公式怕記不起來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這邊都有 所以答案我這邊都有放 在這裡 第三頁的地方 這一串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